Hello 大家好 我是珍小梅 今天我又回到香港 帶大家去木屋小校 我第一次拍木屋小校 竟然是在香港拍 沒錯 木屋小校開到香港 我們今天來這間分店 就是在堅尼地城 香港大學站這邊 叫做石塘分店 首先教大家怎麼來這間店的路線 在香港大學站 B1出口 出來之後就會看到 對面這個商場看到紅色的牌 寫著木屋小校 進去商場的一樓就會找到 很容易找到 在香港 木屋小校 總共有兩間分店 一間就是在香港的旺角 另外一間就是我們今天來 德芙到西這裡 木屋小校當然是主打這個 串燒再加啤酒 今天就約了我媽媽 一起三個人過來 我媽是喝酒很厲害的 所以我老公不太喝 就叫我媽媽過來一起慶祝一下 然後這裡的烤羊肉串 都是他們的招牌菜 每天就手工現串 每一串都會遵守 這個三瘦二肥的串仔方式 而這裡的羊肉 都是用6至8個月的 內蒙古草原牧場的小霸羊 我們今天就叫了一個 三至四人餐 吃五盒就打包 全部最特色的東西 連同他們在內地分店 沒有的烤包子 我都幫大家試一下 好不好吃 是香港獨有的 吃烤羊肉串 就一定要送他們最招牌的 精釀啤酒 我們剛剛也點了一閘 其實夠了三個人 可以喝了四個人 這裡的鮮釀啤酒 CP值超高的 最便宜只是$26一杯 還有這個3L高的 巨大精釀啤酒桶 都可以點飯 只是賣黃金七日的 啤酒原漿 每一口都是 當日早上灌酒 下午就可以喝到 全程是0至10度的冷鏈道店 其實我們也去過青島 喝過青島的原漿啤酒 是非常鮮甜的 它完全不會有 很濃郁的味道 喝下去是很爽口的 非常適合夏天或者秋天 如果大家喜歡吃燒蝦的話 送上一杯啤酒 非常輕鬆的 還有我們今天來的這間分店 我們坐在2樓的位置 可以看到街景 它還有一個落地玻璃 其實也挺好的 這個環境 事不宜遲就幫大家 試一下這道味道如何 開餐了… 先吃前菜 毛豆 很冰 蒜酒一流 香港人就習慣了吃日式的毛豆 我試一下裡面的蒜味 小米辣椒 還有一點醋 去醃裹 補開位置 好香好滑 很甜 它是熟了一些清甜清甜 女生很適合喝 喝得走的那些 現在試一下它的串 這個羊肉串是他們最主打的 一上台就說 要在這個120秒裡面吃了 趁熱吃 哇 羊肉很嫩 感覺到它的羊肉是新鮮的 不是那些 放了很久很久的急凍肉 這個底彈目 一彈肥肉 一彈收肉 這個羊肉 點贊 超級補充 很標準 香香味也很重 口感足夠 這個羊肉串 它有五個口感 即是可以體現到五個不同的部位 口感很豐富 即是每個部位都有 然後就試買 雞丸瓜 這個雞丸瓜 比較有味 有雞丸 一口肉 一口蒜燒一口酒 超級補充 超級補充 一放工 約幾個三五至幾 下班過來吃 毛肚 嘗嘗 毛肚 毛肚就韻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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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韻 嘗嘗 嘗嘗嘗 嘗嘗嘗 嘗嘗 好好吃 嘗嘗 超上口 這個味道 包油 嗯 好香 最重要呢 它洗得不要那麼乾淨 裡面的油脂保留了一股味 好香 它的原汁原味 一攪下去 不是油脂爆出來 它外面都是霧油的 很棒 我現在有點興起 喝得有點醉 嘗嘗 我發覺呢 吃一下吃一下 這道的辣椒都很辣 我們點了少辣而已 有點頂不住 厲害 我奉勸各位來可以點味辣 這個茄子怎麼樣 一絲絲 蒜味好出 這個茄子呢 我覺得可以 是燒得夠火候 然後不會很生 茄子是吃了熔熔爛爛的彈香味 還有香港大學這個地方 肯定會吸引了很多大學生過來 Happy Hour 入飯杯 又不用這筆相片那麼遠 其實它開的定位都很準 通常這些套口 如果深圳也有的話 它是不會開在通知線那邊的 因為它是沒有什麼競爭力 但開在港島區 我覺得是非常有競爭力 它跟周邊的日式燒烤比較的話 這些就真的很符合中國人的胃口 而且真材實料 大口大口吃肉 大口大口喝啤酒 嘗嘗這個山蠔 嘗嘗 我剛剛吃了一口 嘗嘗很鮮 好鮮 好多汁 都可以 其實它的份量都很大 就是那種味 它完完全全是我們上深圳吃山蠔的味 非常正宗 嘗嘗這個混豆包 嘗嘗很熱 它的包很蓬鬆 很鬆軟 裡面有飽餡飽汁 它好像勇敢 很香 蝦米味很重 他說是這個東北特色的食物 我第一次吃 而且這個食物在內地的木屋燒烤 我看不到 應該是香港讀錯 限定 這個麵包是碗頭那種 很鬆軟的 很鬆軟的 就不會說很實正 很飽 這個餡料吃下去 蝦米味很重 豆角味很香 但吃不到好吃 它的肉是什麼肉 應該是豬肉 清清淡淡 蝦米味的麵包 烤得焦焦脆脆的 炭香味很重 很棒 很香 很香 最後賣掉 試了它的炒米粉 旁邊還送了一個秘製辣椒醬 可以拌在米粉裡吃 有點像豉油和拌麵的感覺 它的煙火也是粥的 然後試試它的 爆辣豬蹄 它這個是用了湖南的七星椒 雲南花椒 和貴州樽爵辣椒條和而吃 我有點害怕 本來想著吃辣椒 才會失手碎 剛剛吃了它們普通的柱燒也很辣 我現在有點害怕吃了一口 但是很軟餓 好香的醬香味 辣 真心辣 好勸大家不吃辣 真的一定沒事 一條你整個都抖了 花椒味很厲害 又麻又辣 但是很香 它有個醬香味 濃色在皮裡面 很好吃 怎樣啊 這個豬蹄辣椒 辣椒加上枝酒 又辣椒 好了 我們現在就吃飽了 總共三個人吃了六百多元 這樣也很合理 留意一下 香港的木工小蝦 是要加一的 但是呢 算單價來說 我覺得都OK的 因為一杯啤酒 都只是二十多元 你想坐下來 每晚和朋友在這裡喝酒 喝酒 氣氛很重要 現在還在辣 我們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 喜歡怪的點讚 關注分享 下次再介紹吧